要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家 人口数量更是高达14亿之多 其中我国不仅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 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农业国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农业堪称中国的基础 毕竟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 如果连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如何谈论经济发展 甚至谈论超越西方强国呢 可是此前的农业由于中国制造技术不够先进 因此通常以人工种植为主 这也是为何农民种地被称为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原因所在 随着我国工业实力迅速崛起之后 开始进入机械化农业时代 也就意味着庄稼成熟之后 不需要依靠人工收取庄稼 完全可以凭借自动化设备代替农民执行这一任务 此外随着种植业多样化之后 很多地区开始种植苹果 梨等多样化的水果以及蔬菜 可是倘若漫山遍野种植苹果 如果对这些果树喷洒农药 也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 此前一直以人工喷洒或者飞机喷洒为主 而人工喷洒不仅耗费时间 同时也耗费人力 如果使用飞机喷洒 效果也未必能够达到理想化的状态 因此随着中国无人机设备的兴起之后 一家名为极飞的无人机公司 专门研发了相关的农业无人机和无人车设备 据悉极飞农业无人机分为 两轴螺旋桨和四轴螺旋桨两款 其中最为新颖的当属两轴版本 这款无人机和传统的无人机不同 采用两轴之后控制难度极大 虽然配备了稳定分析器 但是新手想要顺利驾驶无人机 对指定区域进行喷洒 还有着巨大的难度 此外这款农业无人机最大的好处 是拥有自动扫描功能 在喷洒农药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扫描系统 得知周围喷洒对象的具体分布情况 这样不仅可以进行精准的喷洒 同时也可以大大减少浪费的情况 可以说这款无人机的问世 不仅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 同时堪称引领无人机全新潮流 让这款设备不仅可以用于拍摄强陷救灾 同时也可以将其运用在农业领域 最重要的是 随着我国将无人机运用在农业领域 意味着中国农业迎来了全新的智慧农田 甚至有望在这领域超越全球国家 毕竟如今的美国依旧属于传统的机械化农业时代 而中国凭借强大的科技实力 已经朝着智慧农田发展 因此也有望领先全球国家 这也完全验证了那句 百年发展还需看中国的赞美余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